这可是蛇街的重量级选手 在亚马逊丛林深处潜伏着一条传说中的巨蟒 就是这条无比凶猛的巨蟒 可以把一个成年人整个吞下 几百年来他的名声依旧让人毛骨悚然 他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水然 这是蟒蛇家族最大的意愿 它的长度可以达到十米左右 体重可以达到二百二十公斤 它的整个身躯不仅庞大而且十分粗壮 粗的东西你们一定都喜欢 无需质疑 水然就是蟒蛇界的重量级选手 尽管水然在蛇界中享有声明 我们对其生活习性却所知甚少 这主要是因为探索这种神秘动物极其困难 在水然中雌性的个体 通常比雄性更为庞大 虽然他们在陆地上行动缓慢 且显了笨拙 但在水中却如鱼得水 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和狩猎技巧 我们都知道鳄鱼释出了名的水中老六 但在遇到水然时却常常沦为其猎物 水然在选择猎物时扑具策略 面对体型相近的对手 他通常不会轻易纠缠 以免自身陷入危险 他更倾向于捕猎那些体型较小的鳄鱼 他们也经常潜伏在沙滩上 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这时一只不知情的小兔子正无意中走向危险 蟒蛇的眼睛和鼻孔位于头部顶端 他的大部分身体隐藏于水下的同时保持警觉 当猎物出现时 蟒蛇会突然发动袭击 这种突如其来的攻击往往让兔子措手不及 蟒蛇会迅速将兔子拖入水中 将其溺水而亡 即使兔子没有被淹死 它也会被蟒蛇紧紧缠绕住 最终因窒息而死 水燃可以吞食体重超过自身一半的猎物 这种强大的捕食能力意味着一顿丰盛的大餐 能让水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无需再进食 此时正好是水燃的繁殖季节 由于在繁殖季节 水燃不能像停食一样冒险和没有把握的猎物进行缠斗 而水豚就成了它们很好的猎物 水豚的平均体重都在130斤左右 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群居动物 这一抓可是一大把 这只水燃隐藏在浑浊水域之下 这下子好了 直接被水燃缠绕住了 当水豚被捕获后 虽然它们会反抗 但这对于水燃而言 往往只是轻微的皮外伤 不久便会自愈 当水豚被缠绕到窒息后 水燃的下颚就会沿着水豚的尸体慢慢往上移动 直到把整个猎物都送到自己的嘴里 在吃下如此巨大的猎物后 水燃的呼吸和移动能力会暂时受到影响 这时它会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 慢慢消化掉这顿丰盛的大餐 在水燃完成狩猎后 它们会进入球偶的阶段 这时雄性水燃会释放强烈的球偶信息速到空气中 以吸引磁性 在交配过程中 水下的环境变得充满生机 雄性水燃使用所谓的交配码刺来刺激磁性 促使其露出生殖器官 这种独特的交配方式不仅有效 而且雄性通过留下金子鲨来阻止其他竞争者的介入 确保自己的遗传物质得以传递 相较于一般莽舌 水燃在繁殖方式上有着显著的差异 水燃的幼崽在母体内的卵子中发育 这种独特的生殖方式保护了幼舌 使其免受外界环境的侵害 经过约七个月的孕育 小水燃便诞生了 与其他种类的幼舌不同 小水燃出生后 无需学习狩猎技巧 它们天生就具备了游泳和捕猎的能力 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使小水燃在出生后立即能够自给自足